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各位日安 我是妍盛 阿比 聽說我們好像很久沒有來玩minecraft的遊戲了 對 然後 今天在幫他上看到蠻多 新的地圖 所以我就看到了這張以劇情走向的 膠疊的影子 然後他的地圖 感覺做得很用心 所以我就下載來玩一下囉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有 小萬跟我的乾媽 阿菲兒 他們很可愛齁 然後這裡好像是我們的起始點 後面有箱子 跟一個 合成台 可是好像都沒有東西啊 對 然後旁邊有個 看到外面的窗戶 原來我坐在閣樓 這裡有個箱子 裡面有規則 人物簡介跟劇情1 那我們就先拿下來唸一下好了 嗯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規則 請遵守一下龜蛇 請不要作弊 請使用此地圖的專用材質包 遊戲音效請開啟音樂可關閉 難度為和平模式為冒險 請跟著劇情走 以免跳劇情和卡關 下一頁 雲塊請關閉 如果是多人遊戲的話請開啟命令方塊 OK那我們先關閉雲塊 我們已經關了 好那我們就先把這個放回去 然後繼續 人物簡介 人物簡介主角姓別女 年齡25歲 冷靜沉穩 身絲熟慮 偵探色色長 父母雙亡 喔她性格跟我滿像的啊 呵呵 在三歲時 父親帶著懷孕的母親旅行時 不幸發生車禍身亡 之後被姨媽一家收留 但卻被表姐偷偷欺凌 喔是一個霸凌的節奏 一個星期後姨媽一家被殺 後來被舅舅收留 舅舅一家對主角百般照顧 主角現在是靠著父母留下那幾億遺產 生活著 哇所以她是個有錢人耶 還不錯喔 生活過得不錯 OK這個也翻回去 再來是劇情1 早上溫暖的晨光映射在水藍色的床鋪上 昨晚冰涼的空氣 頓時變得暖和 令人想在床鋪上一睡不醒 但不行 身為偵探色社長的我 當然不能遲到囉 我依然離開誘人的床鋪 先去外面拿今天的報紙 好了 所以我要去外面拿報紙嗎 嗯哼 這下一個 Mister 哇 到家外的信箱拿報紙 OK 诶 這邊有樓梯耶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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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們來到了 這裡是 這裡是哪裡啊 客廳 喔 外面好大喔 這裡有箱子 欸 欸 這裡面超讀書的欸 我們要拿它嗎 還是說它可以不要拿 拿一下好了 誰在玩門啊 這裡是 這裡有門欸 這裡感覺是廁所啊 然後 浴缸 好像沒有 欸 欸 幹嘛 幹嘛你居然看到的箱子 欸 我們來這邊穿衣服 我們一人一件 我要 我要穿 水藍色膏跟鞋 小蛙 你看這邊有衣服欸 欸 還多一件 看一下它有沒有所謂的 成就這種東西喔 好像是沒有欸 那我們就出去 拿報紙 報紙在哪裡 報紙 喔 這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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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怎樣 它家好大喔 果然是幾億的財產欸 欸 這裡有信箱嗎 欸 那報紙是去哪裡拿 這裡不就是外面了嗎 不是吧 報紙應該不可能在水裡面吧 你認真 哈哈 欸 在哪裡 這裡是椅子啊 然後 還是說這裡其實是後院 那我們繞到前面去 你看 它可以繞欸 欸 你們人咧 欸 欸 你們怎麼從這邊出來 哈哈哈哈 這裡有箱子 欸 這箱子不能開喔 喔 好吧 然後 欸 有了 這邊有那個信箱 劇情2 發現屍體跟突發報導 然後人物簡介 劇情2 發現屍體 正當我拿起報紙時 突然我的好朋友樂軒滿頭大汗的跑到我面前 樂軒 你怎麼了呢 今天早上有人在林奈夫人紀念公園發現了一具屍體 你也趕快去看看吧 好的 先等我一下 我馬上就過去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到公園查看屍體 然後這裡有一篇報導 突發報導 好 連環殺人犯再次出現 這次的受害者是 該不會是我吧 人物簡介 高樂軒 性別男 年齡27歲 性格勇敢 熱情爭議負責 總督察 父母健在 有一兄長 被駐 高樂軒是主角的鄰居 而且還是除了主角兩個助手以外的朋友 每次在主角有困難時他都會挺身而出 當然每次也無視主角故意擺出了黑臉 縱然主角表現出不喜歡高樂軒的模樣 但其實還是很高興會有人關心他 然後這兩個一直在我身邊繞圈圈是有保病嗎 好 OK 那我們現在要去發現屍體 我們要去公園啦 公園在哪裡 他說我們要去公園找屍體 是這個嗎 這是公園嗎 這 這是公園嗎 欸 欸 屍體在這 其實 其實你可以講話啦 欸 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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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黑的 調查室 調 調查房間 看一下 你好 這裡是調查房間 每當每一次需要對事件做出調查時 都會被傳送到這個地方 而你可以利用前方的機關做出調查 廢話不多說 現在就開始調查吧 我們要調查什麼 這邊黑媽媽的 幹嘛要把它打掉嗎 好 這邊 這邊有一個門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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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踩嗎 調查開始 調查屍體 然後這裡有好多按鈕 這裡寫什麼 頭部 上半身 下半身 腳部 背部 身上財物 這 這是 頭部並沒有明顯的傷痕 單頭髮有被拉扯過的痕跡 有一把小刀直插心臟 刀身直個沒入身體 兇手應該很強壯 身上衣物上算整齊 沒有打鬥過的痕跡 下半身沒有明顯的傷痕 應該沒有在死前被污辱 性侵犯嗎 嘘 腳部沒有明顯的傷痕 沒有什麼特別 背部有瘀青 疑似在倒下石撞到殺眼梯 身上有個錢包裡面有死者的資料 欸 這裡有箱子欸 死者的資料 所以這詞者叫 著殺性別女 年齡30歲 性格尖酸刻薄 人見人恨 彩霞蛋糕店的老闆 擁有一身好手藝 製作的甜品都很好吃 幾乎每人都會深深愛上他所製作的甜品 但為人尖酸刻薄 試著與商場以酒店的老闆 林紹英的寵愛而胡作非為 有一個好朋友 酌精 但他因為受不了酌殺的脾氣 而和他絕交 在整個城市裡 大部分的人 都非常的 討厭他 所以他是一個 非常 讓人討厭的人 幹嘛夠吧 欸 欸 為什麼門關起來了 這裡是哪裡 這裡有個按鈕 按我結束調查 到彩霞蛋糕店進行調查 既然著殺是彩霞蛋糕店的老闆 不如先去 蛋糕店調查一下 我記得蛋糕店好像是在商場 有了 我們出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彩霞蛋糕店 走不 不是啊 可是我不知道在哪欸 哈哈 那邊是寫POLICE POLICE 就是警察 警察局的意思 所以我們就 走這邊 這邊是哪裡啊 這是 這是商場啦 欸 要去蛋糕店啊 你為什麼跑進去 欸 這裡啊 可以跟他講話嗎 你不能跟他講話欸 欸 欸 你們在哪 你好 我是偵探 現在正在調查 佐沙被殺一案 佐沙他死了 原來是這樣 我早就說過 他人這麼壞 一定很快就會有包你 他人很壞 你跟他之前發生過什麼摩擦了嗎 嗯 他之前沒有跟我 有過任何摩擦 但是我每天都會聽到他在罵蛋糕店的員工 我原來是這樣 那他今天蛋糕店有開店嗎 當然有啊 據我所知 佐沙他都把鑰匙交給他的員工玲瓏保管 還吩咐他每天一定要準時開店 要不然就會扣減 薪金 好的 謝謝你的幫助 所以我是要去拿鑰匙嗎 可是不能跟他講話欸 欸 還是說 欸 這邊可以進去 的感覺 喔 我們是不是要找鑰匙進去啊 幹嘛我們要去找鑰匙了 欸 欸 我把他衣服脫掉了 等一下 你們人在哪 這 這裡好複雜喔 欸 我現在要去哪裡啊 小萬呢 欸 我看到 我看到有那個箱子欸 不是要去找 蛋糕店的桌梢嗎 他不是就在這裡嗎 哪裡啊 他在這裡啊 哪裡 他不就在這裡 喔 有了 與蛋糕店職員玲瓏對話 為什麼老闆這麼久都還沒回來 你好 我是真塔 我是來調查桌梢被殺案件 老闆他死了 到底是誰做的 我還沒知道是誰做的 所以才來這裡向你 詢問些事情 你不介意吧 只要能找出兇手是誰 我一定會努力幫忙的 你可以告訴我你最後一次 見到桌梢是什麼時候的事情嗎 應該是昨天下午五點的時候 當時老闆在做完 最後一個蛋糕就走了 然後我把DNA都收拾好之後 也離開了 在下午五點的時候 那麼問你最後一個問題 我聽說桌梢對你並不友善 為什麼你好像不討厭他 因為我其實是一名孤兒 在我孤苦一的時候 是著殺他收留的我 是他教會我做蛋糕 所以我應該知恩土保 因為沒有他就沒有今天的我 那個如果你沒有線索的話 你可以去問問這個商場裡的其他人 也許他們能給你有用的情報 好的非常感謝你 我會盡快找出殺死他的兇手的 然後我們要去找商場的誰 嗯 該不會是找他吧 與衣服店店員阿菜對話 請問你最後一次這樣做 是他是什麼時候 你見不到我很忙嗎 就算他死了 還是什麼都不關我的事 欸欸好兇喔他 好啊 這也不能開欸 可是那邊 那邊好像可以踩 好吧不能進去 這裡有門欸 幹嘛你怎麼 多看人家好衣服 哈哈 我們要去詢問每一個 你好請問你昨天之後是這樣 左殺是什麼時候 左殺 左殺 你是要來欺負我嗎 走開 快離開我的店 欸我們被趕出來了欸 還不能進去 欸欸這店員超沒品的 他怎麼可以這樣把 把客人趕出來 怎麼了嗎 真是一個臉 有圖就要摸一下 空鋪出租 空鋪出租 一個月三萬 好貴喔 貴死了啦 欸你們怎麼上去了 好低啊 這裡是哪裡 大家要走回剛剛 那邊沒有事情了吧 我們一定還沒找完啊 我們還差兩個 重點是那個 正方形的門在哪裡啊 不要我不要 剛剛有看到嗎 怎麼辦要玩弄鬼遊戲啊 正方形的門 我聽到那個聲音 就感覺到好像要 我聽到那個聲音 就感覺到好像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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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 啊 超 pox 我剛剛支撞一起騎 趕快送啦 因為有箱子雷 向哪 哪裡 哪裡 他媽 還可以拿他的手來 呀呀呀呀